外媒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央行下令市场参与者 从格林位置标准时间 2月28号上午7点开始 台湾时间下午3点 拒绝外国客户出售俄罗斯证券 乌尔战火延续 全球两大家物流公司UPS和联邦快递 已经暂停向俄国和乌克兰的送货服务 台积电英特尔接配合国际法规 出口管制俄国 业界预期大厂暂停跟俄国方面合作 对于当地ESIC晶片设计厂商影响较大 同时经由中国市场采购 美方品牌核心处理器也将受限 乌克兰政府周日升起了 针对俄罗斯加密货币用户的言论 称称现在是针对普通用户 实施破坏的时候了 乌克兰副总理请求 所有主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阻止俄罗斯用户的地址 新来电视真理报道